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是人大常委會在北京通過了一個 關於香港選舉制度改變的一個決議 當然其實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 在過去這幾兩個月都非常之知道 那個方向大概是怎樣的了 今天始終有一個最後的結果出來之後 我相信跟香港市民普遍 我們所預計的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個非常之保守 是令到很多民主派將來可以參與的空間 是減少了的一個改變 我們都見到其實在整個制度的改變裏面 有一些比較突出的位置 有些比較…之前比較少說的那些東西 那我今天可能就會在我開場的時間會說多些 但我想整體而言這個制度的改變 不論你叫做改革也好 改變也好 完善也好 甚麼都好 所有的轉變 你看到每一個改變的方向 其實都是向著一個 令到可以參與的空間減少的一個方向去前進 我們都見到是將過去二十多年回歸之後 所有民主的開放 所有在一個選舉制度裏面 可以給人更加多參與的空間 其實都是一次過收回了 甚至乎是收得更加緊 那這個我們見到其實對於香港來講 是一件非常之不好的事情 它不好在於就是將我們過去可以透過民意代表 是進到去議會裏面 進到一個政府的架構裏面 或者進到選委會裏面 去將他們的聲音去帶進去制度 這個做法 基本上是減到最少最少 而我們見到過去這麼多年 香港其中一些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那些深層次的矛盾 其實最重要的深層次矛盾就正正是 我們的制度沒有辦法是可以代表到香港市民 沒有辦法可以準確地去代表到香港市民的聲音 我們見到過去例如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是他們其中一個會將這個制度改變 拿出來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在一個反修例運動之前 其實我們都見到 為什麼會有一個反修例運動出現 正正是因為民意代表是沒有辦法 是透過他們在立法會的議席 是正確地 是可以合比例地反映到香港市民的意見 然後才會產生那麼多的問題 所以當今天他們有一個 將那個民意代表的聲音再行壓縮 變成只有90席裏面的20席 這個情況 其實是 令到那個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令到議會沒有辦法反映市民意見的問題 是更加嚴峻 所以這個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 我是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好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都見到 就是審查委員會的組成 其實也是令人覺得很奇怪 那個奇怪的地方就在於審查委員會 一來他是由一些主要官員去組成 那就是說是行政機關 是可以審查一些立法機關的參選人的資格 這個是第一個奇怪 第二個奇怪就是審查委員會背後 又有國安委員會 又有警察國安處 所以就是說其實最後 可能就是由警察去審查 哪些人是可以符合條件去參選 那我相信這個對於香港而言 或者對於香港市民而言 都是一個令人覺得很震驚 亦都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一個安排 另外亦都有一些的安排 包括了選舉委員會的制度的改變 其實亦都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 包括了例如他講區議會要取消了 原因是因為區議會就不是一個政治的架構 不是一個是政權的架構 那所以就不能夠容讓區議會的議員 繼續在選舉委員會裡面有代表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也都見到 就是在一些分區委員會的委員 地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委員 地區的防火委員會的委員 反而就成為了一個政權架構可以參與 那其實這個亦都是令到 大家沒有辦法明白 我也都很想聽一聽 究竟香港政府會怎樣去解釋這個轉變 因為這個邏輯上實在是沒有辦法理解 但當然我覺得最後這個方案的轉變 不論是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還是它整體議席的減少 民選的議席減少 還是整個民選的代表的比例減少 還是審查委員會的設立 到選舉委員會提名的方法等等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是令到香港市民 或者我們香港民意 可以入到制度裡面的聲音 是大幅縮減 而我們見到這個情況是非常不理想 也都是覺得這個制度對香港將來來講 都是會是一個更加大的困難 會有更加大的問題 會有更加多的麻煩 我們希望這個狀態不出現 但很可惜這個情況已經出現了 但我們將來會是怎樣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問 就是民主黨會不會繼續參選 這樣在現階段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可以有一些新的答案 但是正如 但是正如我之前一直都說 這些選舉制度的轉變 每一個的轉變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黨友 怎樣去衡量究竟是否參選的一個問題 我也都相信這些的改變 是令到很多我們 有本來都覺得可能需要參選的朋友 他們那個的意念是會更加小 他們的意欲是會減少了 而這些已經看到的實際上已經出現了的轉變 亦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進行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現在的狀況 但是最後民主黨究竟是否會參與 未來的選舉 我到今天我仍然是沒有一個新的答案給大家 因為我仍然是要跟我們的黨友去談 而我也都相信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我們黨裡面是會有很多的討論 也都會有很多黨友有不同的意見 我也都歡迎黨友提供不同的意見 或者不同的想法 那我都覺得這個是 對香港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轉變 將所有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進程 是一次過壓縮了 其實這個是非常之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們都相信過去這麼多年在香港 一直是爭取民主 希望可以透過民意 可以透過選舉 去令到政府更加能夠貼近民意的朋友 爭取一個普選的朋友 這一天都是一個非常之失望 亦都是令到大家很傷感的一天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所有香港人 我們無論大家是選還是不選 我們是會繼續在制度裏面 還是不在制度裏面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 因爲我們很相信民主的制度 一個選舉的制度 是可以令到民意是最有效彰顯的一個方法 亦都是令到香港的社會整體 是可以最好 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的方法 其實就是透過選舉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在不同的位置上 都是繼續努力 那我暫時在這裏講這麼多 先看看大家有些什麼提問 梵太說你夠資格參選 你有沒有想過參選 我沒有聽梵太說些什麼 但是我想整體而言 不論他什麼人說些什麼 其實都不是梵太一個說了算 正如我剛才說 如今一個審查的機制 首先要有一個國安公署 這個警察的國安署 提供一些資訊給國安委員會 國安委員會又再提供一些資訊 就給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麼多重的審查 我相信都不是梵太一個人說了算的 但是怎樣都好 我覺得不是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參選的問題 民主黨我們可以代表的是一個市民的光譜 我們可以代表的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市民的聲音 更加多市民的代表可以入到議會裡面 可以令到制度有效反映到香港市民的聲音 這個其實才是整個選舉制度最重要 而不是我個人或是哪一個人有資格參選的問題 誰說台灣有資格裏無資格 你可以造成問題 那些政策和政策人员是非常少的 而大量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是2.9的公共产党 这是很小的公共产党 基本上,香港回到1997或之前的公共产党 那些党的党党的党党在2022年 都已经毁了 而这不是很好的公共产党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we are facing it's not just about housing or not just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young people can get the social mobility it is about whether the system can actually reflect what hong kong people think and what hong kong people believ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that we had in the past and now with this change this problem persists and even making this problem even a greater problem because the people who can represent the residents in hong kong the legislative counsellor who can represent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s much less than past so i think this kind of changes will not bring any good to hong kong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see that there are there is a vetting committee that is set up and this vetting committee will be will be overseen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and then and the police national security branch will give comment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on whether or not a candidate is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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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gible as a patriot or whether or not he is threate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o it is very strange that the administrateifest is now governing whether anybody can ru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sellor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and we can also see that the police will have a very strong say in whether or not a person can run for election which is extremely strange and which is extremely inappropriate so I think this kind of changes will not bring any good to Hong Kong and of course we know that the system will be change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just pass the local legislation as they wish but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hope that all Hong Kong people whether or not we run for election I think we have to strive on we have to keep on our faith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democracy, election is the best way to reflect Hong Kong people's views and it is for the best interest for Hong Kong as a whole on the problem of whether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run for election I still didn't have a new answer yet I'll still keep on discussing with my party members but all those changes will affect how we discuss and affect how our party members think about the election system and whether or not we will run for election in the future but we have to 是否能夠入閘去參選 其實這個不是我可以控制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在現在這個階段說的 甚至乎我自己會相信 這個這樣的制度 可能在不同的時間 同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判斷都未定 所以我自己會 仍然都是那句說話 就是我們首先要想的就是 究竟我們的黨 未來究竟是想著走一個什麼方向呢 我們在未來是想著 怎樣去跟香港市民一起走這一條的路呢 這個才是一個最核心最重要的問題 個別的人是不是有資格去參選 其實我相信在現階段 真的沒有什麼人是可以說得很清楚的 好,Thank you,麻煩 我自己拿來這個吧 我自己拿去嗎,我自己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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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好像還有東西要拿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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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招牌吧 好,一次過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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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我所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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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继续 大家可以继续问 我想问今天正式公布了之后 你会不会立即和你的党友会开一个会去双组 如何决定 因为都很快就要决定 也有很多人吹问你 你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我自己一直以来 我自己对于党什么时候去做决定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太急 原因就是因为一来本地立法 他都不知道要搞多久 二来亦都距离选举还有少许时间 我们会一直看着形势的发展 一直和党友去商讨 我亦都相信在商讨的过程里面 和党友谈的过程里面 可能党友都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一次过都想去了解 不论选不论不选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 究竟将来的路是怎样走 究竟将来民主党假设是选的话 在议会或者透过议席是做什么 如果是不选的话 可能又会问 究竟我们将来的方向是怎样走 究竟是以后都不选 还是怎样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讨论 而我这些讨论 我希望都是给充足的时间 我们党友一起去讨论出来 所以我不会急于定个时限 我何时一定要去讨论 或者因为很多记者都一定会追问 而我不停在说一个相同的答案 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而去将讨论 变成一个很急 大家要急就张的讨论 我希望我有充足的时间 可以和我的党友谈得仔细些 所以这个也不是只是说 是否参与一次选举的问题 而是将来整个民主路 究竟民主党怎样走下去的问题 所以我相信 都需要多点时间去讨论 那些是什么 Democratic Party的说明 这些改变的改变 在电视频的改变 我认为这些改变 在电视频的改变 是过多年了 因为我们的运动 在20多年 已经离开了 现在还比20多年 当香港回到中国 所以我认为这种改变 会不会带到香港 因为在前面 我们曾经过很多问题 发生了很多问题 在香港 因为因为 缺失的 在公司的公司 和政府的公司 所以 政府和政府的公司 不可以不触 更加理性 和更加理性 的观众 人的观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曾经在香港 在前面 所以我认为 这些改变 的公司 所以 会比较比较少 所以这类似的问题会继续持续持续 我认为因为缺乏的领导 问题会更大在未来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太好 还有,我认为这种方式的方式 也认为这种方式的方式 要去认为这种方式的方式 这个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更多更奇怪的是 其实是这种方式的方式的方式 可以认为这种方式的方式 所以这种方式的方式会 会使用这种方式的方式 会让所有人一起去认为 在未來選擇 我當然就相信 要在不同的界別都得到選委的提名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Hurdle 當然我過去都說了很多次 如果你要我們去找一些人大勝協去提名 其實是有很大的困難 你說他們會不會給呢 我相信這個也不是他們個人的意願 某程度上大家都明白 如果北京他們說 我們想要多些不同的人參與 有哪些是可以的 他們就可以給某些人 究竟那個實際 他們哪些人會給票 哪些人不會給票 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我們就沒有辦法去預計 沒有辦法去評估 如果北京覺得 喂不是喔 敵志願已經夠了 這樣 他就只是給了敵志願 民主黨就不用了 那就一個都拿不到 所以我覺得那個就不是說 他們個人意願是怎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總的而言 在這個階段去討論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拿到提名呢 我覺得這個都仍然是實在太早了 首先我們要決定的就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參選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比較重要的問題 那你覺得香港人會開心還是不開心 你覺得香港人會覺得這些改變 我認為香港人會失望 我認為很多香港人 他們會失望 在法國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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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的選擇 在未來的選擇 會很不同 我們在過去的選擇 很多人都說 即使你喜歡 這就是最多的選擇 這就是最多的選擇 在過去的兩週間 所以我覺得 那種類型的選擇 會更多的選擇 在香港的選擇 在未來的選擇 當然 那當然 那當然 那些人們 支持了 香港人們 支持了 香港人們 支持了 更多的選擇 更多的選擇 但是 今天 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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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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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在这位置时,我未来的问题是不想 сказать有很多不同意义的行决 我们不可以说是否会去选择 我认为缺义更多的事情,更多论断争,对我们的同性 香港政府或香港政府可以接受 或希望共产党和共产党可以走 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应该回答 或者会在党内决定为主 我相信我们今次的决定 都有很多都是党内的讨论 你说究竟我们会不会去看外面市民的想法 我相信我们都一定会去参考 一定会去看 但是你说我们会不会去 像上一次的去留 是由一个民调去决定我们是怎样 我现阶段我自己会觉得 我们首先应该要做我们党内的一些讨论 如果我们党内的讨论 其实都已经很一致 有一个很清晰的看法的话 我们都要尊重我们党内参与的党友的意见 这个我觉得是都非常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 现在这一刻我所 我可以回答到的就是 香港人的声音我们一定会看 我们支持者的声音我们一定会听 但是透过什么方法 现在我未有一个很确实的想法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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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